10到4万这个区间选SUV 可能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 宾治 肖克 丰兰达 或者国产的 H6 C75 还有现在比亚迪很火的 Song Perse车型 但是上个月也就8月份 我查一下数据 有1427人 选择我隔壁这台 北汽摸方 北汽这个品牌呢 在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呢 可能没什么感觉 或者没什么好感 但是毕竟有1000多人选它 肯定有什么原因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不带什么有色眼镜啊 好好地看看北汽的 汽油新车魔方 有什么能吸引我们的地方 1427这个销量呢 值得拿出来吹的 你们不要笑啊 在它之下 我认真看了一下 还有挺多我认为还不错的车的 比如长安的Udk 还有D豪S 小鹏G3 领克02 还有之前试过一台 我体验觉得还不错的MG1 卖的都比它差 就1000出头 1000几啊 所以这台北汽 会真的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一个车机能不能影响一个人 购车的欲望呢 就以前我觉得这个事听起来已经不可思议了 车肯定是买来用买来开的 关键要看三大街嘛 但是真的最近啊 尤其我因为有车问的接触很多问题 我就发现了很多人问我 哎我想买个什么什么车 哎阿山这个车够不够快的问我 我说这个加速啊什么数据说一堆 然后啊它竟然付了油级 我是问车机够不够快啊 知道吗 现在很多年轻人 尤其他们第一追求的是这个车 车机要好用 要够智能 可能什么底盘啊这类东西 有很大区别吗 那个可能对他们体验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 并不是第一考虑的 所以呢 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车机 我刚才在这里等他拍摄 在玩的时候 我真的点开一下这个米古视频 我本来没用过这个App 我看了一下 哇原来车机里面可以看电视 各种台地方台 可以看英超欧冠 但世界杯也可以在这里看 喂真的不会让你落下 任何一场你想看的比赛 有时候这种体验 有时候这种车机 起码对于我这个球迷来说 看到这种App就已经很吸引了 真的会不会 因为这一个车机 或者这种系统 让一千多人选择了它呢 不过对于我这种传统人来说 我真的还是开车重要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想 还是试试它的机械 什么水平再说 那我这种传统人士 是这种传统的油车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重点 摆在机械上面 那这一个北汽魔方的机械动力系统 都非常的传统 相当的熟悉的配搭 1.5T配上这个七速双离合的动力组合 那这一套组合呢 首先表现一下它吧 就是它的匹配真的比较老练的 应该是比较熟悉 所以开起来这种顺的感觉 就跨档的衔接各方面 尤其是跑高速 我觉得体验很好的很顺的 动力的这个静音 大甲油门的时候 这种安静的控制 声音的控制 都做的相当的不错 但是要批评的一点 就是低速的时候 哇那个动静 尤其现在这么多 混动车或电动车 去对比底下 这种感觉更加的放大 就觉得它低速的时候 尤其起步啊 慢慢挪动走的时候呢 就每一次感觉都要 有种要结合的那种 挣扎的感觉 不多就震那么一震 这个感受就可能跟很多的一些 什么有带电啊 轻捆啊 纯电的车呢 那种差距就比较明显 所以如果只是四驱走 经常走走停停的话 这个动力的体验就 不那么的完美了 可能就弱了一些了 但是如果是既然跑高速的 这道动力还是挺爽挺顺的 还有呢 另外一点要提一提就是 这台车 虽然看起来这个动力系统 阿菲的黄金 但是油耗的水平呢 我今天从这个 跨都开到我们公司啊 就从北开到南 都开了70多公里 然后油耗呢 纯高速啊 基本上高速比较顺畅的路啊 油耗9点几啊 暂时我现在看的油耗是 有那么一点偏高的 还有呢 那开高速或者开这么多路呢 有一点我真的觉得这台车 或者对于我来说啊 我觉得它是比之前 我开很多北汽好的 就是它的底盘 真的挺舒服 挺安静 绿震 任性 各方面都做的挺好的 你看跑这种我们公司附近的 这些国道 虽然没什么车 但路况啊 起伏啊 平整度并不深好 开在上面我觉得 首先静音OK 然后这个整车的拉啊 或者底盘的韧性 我认为是做的挺好的 绝对是主流比较优秀的水平啊 不是差啊 绝对是跟很多主流的同价位的SUV区比 这个底盘我认为都挺不错 还有转向 这个比例啊 或者轻重 都做的很自然 所以这一个底盘方面 我愿意给它的分数会高很多啊 所以我开完这台车 整个底盘的一些感受之后 我很想说 如果北汽认认真真做个动力 搞一些捆动啊 或者新能源 北汽新能源嘛 要放一些纯电的技术过来呢 哎 配上这个底盘 可能给到各位的感受会更加好 再配上这个车机 可能整个体验啊 或者让人家的新鲜感就强很多 现在呢 就是一个真的很传统 很震惊的一台油车啊 动力 低速 哎 还是很明显那种双绿车的感觉 但是底盘转向机械方面呢 我认为整体的功力啊 相当不错 现在国产做车做底盘也不差了 再看这台北青模仿的后排 真的规整正常的不得了啊 我也可以说啊 就是它地台相当的平整啊 没有什么凹凸的位置 像下车特别的方便 但是除此之外呢 好像既找不到什么优点 又找不到什么缺点的地方 有时候是这台车或者这一种车呢 让我最稠的地方就是啊 好像没什么特点 可以让我说 我没有理由来把一些 很多车都有的一些东西 又放在这个车上面 又说一遍 又吹一遍 好像真的是一个什么商业合作的样 当然就是一个普通试车 所以这样一个普通正常 好像一个非常正经的车 真的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吗 我觉得是受怀疑的 但是销量要摆在面前 这种车要卖一千多台一个月 我卖的比一些明明设计很有特点的 什么长安Uni-K之类的 都要做得更好 这怎么做到呢 所以我在这个车上面 我是看了很久 陷入了诚思 我就会想一想呢 快会真的呢 就如之前网上看了一句话 就人做不了 他没看过的事 没接触过的事 这台车最大特点什么呢 就是在经销商的布局 可能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拿这个车 我是从广州市区 开了50多公里的路 去到夸都一个 没有什么车 没有什么人的地方 反正呢 这个经销商的旁边呢 是有一家 我完全没看过的 大卖场超市这个品牌 然后隔壁突然就有一个经销商 然后这样的车 可能就是在那种地方能卖的 就像有些人呢 哇我整天我在网络上 或者看很多人 看到山说 有一些什么车啊 H6啊什么之类啊 很好的 他们可能不相信 因为没有接触嘛 但是隔壁就有一台 这个看起来OK哦 这台车去摸一摸 挺好玩 我车机各方面东西 吸引它 最终十来万 就这样搞定它 或者北汽搞的套路是这样了 我不在市中心 或者不在一些主流地方 跟你们直接去拼 我在一些呢 偏一点地方 吸引偏一点人群 所以中国这么大 真的什么人群都有 市场特别的巨大 或者也一样 这种北汽车 有它的生存空间所在啊 如果周边有一个北汽店 不妨去看看 看看北汽的新车 其实什么体验 说真的啊 比早期的北汽 确实进步挺大 反正呢 看到这里 就单是增加了一点冷知识就好了 所以呢 做视频不容易 希望各位也给我一个点赞 关注收藏一下 谢谢